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30一章 晚传青梦鸭星河 哼 这天 伴随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黑雾大渊的入口处 掀起滔天的黑色雾矮 犹如潮水般席卷石方 天地仿似一下子坠入黑暗涌夜 已经在外界等待一个多月的修饰 全都骇然 纷纷退避 眼前一片昏沉 还好 只是虚惊一场 这可怕的动静很快就沉寂 而那覆盖天地间的黑色雾矮也随之如潮水般消散 而后 人们皆激动发现 黑雾大渊的入口重现于世 入口出现了 这么说 这一场大追杀结束了吗 别慌 且再等等看 人们骚动 皆紧张地关注着那黑雾大渊入口处 没有人发现 在极远处天地间 已多出一道身影 一袭肃井长山 头盘道计 腰盘挂着一个青皮酒葫芦 一容俊秀潇洒 正是苏义 只不过 他的模样和以前再次变得不同 看着那些修士紧张地关注我黑雾大渊入口处的动静 苏义不禁洒然一笑 转身而去 根本不用想就知道 发生在黑雾大渊中的事情 注定将成为一个谜团 无人能查探出来 不出苏义所料 当天就有许多仙道人物联手闯入黑雾大渊进行查探 可惜 大多数人进去 别说查探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 和送死也没区别 同样是在当天 黑雾大渊入口出现的消息 像长了翅膀般传了出去 引发天下轰动 谁也没想到 无论是被追杀的沈牧 还是那来自久大仙道势力的仙王 皆离奇地消失在了黑雾大渊 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件事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也成为一个谜团 引来仙界天下不知多少的议论 沈牧究竟死没有 那些仙王又是否还活着 没人知道 一天后 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置盼 正知目色时分 如火碗瞎洒下橘红的光 也让河水泛起碎金式的光韵 波光淋漓 一夜片周飘在大河之上 顺流而下 苏意头枕双臂 懒洋洋躺在片周上 眼眸舒服地眯 沉中擒着一根青壁的狗尾巴草 风吹来 摇动波涛 哗哗作响 直死流淌在心中 让心灵得到洗涤 有老园在 纳公羽勋断没有机会离开黑雾大院 出此 哪怕是有太景人物进入黑雾大院 也注定将无功而返 苏意心中暗道 两天前 他辞别复见老园 离开了黑雾大院 一路上 将身上的气息彻底敛去 至今还不曾被人发现踪迹 接下来 该考虑正道圣经的事情了 苏意暗道 一场大追杀 让他的修为一路突飞猛进 如今已真是虚境大圆满地步 只差一步 便可去尝试突破圣境 圣境 先到第三境界 他足此境者 体内先缘空间可凝练出圣境法则 神魂也会进一步蜕变 能够凭借自身的道行 是虚空造物神油清明 点石成金等不可思议的手段 像虚空造物 就是凭自身掌控的大道法则 凝练出真实的物质 比如山河草木 宫殿楼阁 风云雷电等等 一些厉害的先军 更可以用自身大道力量 在虚无中创造出一方 稳固而真实的秘境世界 不过 一般而言 先军大多数会用虚空造物的手段 去凝练用以战斗的圣级宝物 所谓神油清明 则是一种感悟周天仙道法则的手段 在修行时 仿似神魂出教 遨游周天仙道规则之中 能够进一步洞察到仙道法则的本质奥秘 用以砥研和磨炼自身大道 而典师成金 过名思义 就是改变物质 看似寻常的一株草 只要被先军赋予大道力量 就能演化为不同的形态 显化出神妙的作用 归根到底 先军所掌握的那些神通和手段 都和自身所凝练的圣经法则有关 圣经法则凝练得越强大 无论是动用虚空造物 神游清明 还是典师成金等手段 都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妙用 所谓一入圣经 已如天地之君 故而圣经人物 被称作是先军 若能踏足圣经 到那时 以我的力量当可镇压当世任何先王 苏毅想到这 不禁微微摇头 现在想这些海藻 不过 他对自己如今的实力很清楚 收拾像宇文奇这样凝练出道御的妙境中期先王 已不在话下 对付太征这样的妙境后期先王 也并非难事 不过 这都建立在一对与厮杀的前提下 并且是凭借自身实力对决 若是碰到一些妙境后期中的绝世先王 恐怕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才能拿下对方 甚至 不排除需要拼命的可能 这已经是苏毅能做到的极限 也是他在虚境层次中 所拥有的志强之力 此次前往不周山 或许就会遇到类似的大敌 若能在抵达之前 就突破圣境自然最好 若突破不了 也无需抢救 苏毅正想着 呼得有所察觉 抬眼看向远处 暮色深沉 夜幕如若一层轻柔的薄纱 悄然冷罩天雨 一艘巨大的楼船 出现在远处河面上 楼船灯火璀璨 人声喧嚣 偶尔有一阵阵鼓月声响起 在这静谧的河面上 显得格外热闹 楼船上 一群年轻人正在燕淫 皆是二十岁上下的年龄 小得仅仅才十多岁 他们彼此攀天说地 功愁交错 气氛显得融洽而自得 绚烂的灯影洒在河面 驱散夜色 照得河面浮光月经 直似星火浮动 如梦似幻 而夜空中 已有繁星点缀 银河流转 远远地看到这一幕 苏毅心中莫名地产生一丝感触 少年一起 挥斥放球 恰似虚日出生 找其蓬勃 没有事故和风霜 有的是张扬而自私的锐气 或许也正因不在年少 也或许是回想起 自己少年时的争容岁月 总难免让人触景生情 朋友 相见就是有缘 若不介意 可一起前来巨影 远处楼船上 一个平来而立的 玉袍少年笑着开口 注意到了躺在那一夜偏周中的苏毅 苏毅一正 玄机就不禁笑起来 这或许就是少年人的邀请 才不问缘由 不问何人 天下之大 平水相逢便是有缘 讨扰了 苏毅从边周上起身 一跃来到了楼船上 玉袍少年眼眸一亮 道 看得出来朋友也是修行之辈 快请 说着他引着苏毅来到席间 为苏毅针酒 场中其他人都见怪不怪 苏毅一边饮酒 一边和那玉袍少年闲谈 整个人很放松 也很享受这种氛围 席间 有人聚在一起在谈论修行之事 有的在吟师作妇 有的在拼酒 其乐融融 偶尔 也会有美丽的少女 笑吟吟来敬酒 好奇地打量着苏毅 这个加入宴席的陌生人 一些胆大的少女 更是主动和苏毅攀谈起来 渐渐地 苏毅不知觉也喝了许多酒 朋友 之前我们正在玩非话令 你要不要玩一玩 那玉袍少年举了酒杯 来到苏毅身前 他明显快喝醉了 眼神惺忪 苏毅饶有兴趣道 怎么办 玉袍少年笑吟吟道 你只需做出在最次的一句诗便可 苏毅点了点头 这个倒是简单 他目光一扫宴席上的众人 又看了看远处夜色下的河面 随手沾了一些酒水 便在身前桌案上写了一句诗 预保少年伸长脖子 正要观望 哼 远处夜色中 宽阔的河面炸开 略出一头巨大如山的凶兽 足有千丈高 浑身覆盖在汹涌的黑色煞气中 而那凶手头顶则立着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皆戴着面具 无法看清楚容貌 不好 是千血魔门的人 有人尖叫 一下子 原本热闹的宴席氛围被破坏 只死由寒流席绝而来 让场中那些年轻纳女 无不变色 男的脸色煞白 女的花容惨淡 千血魔门 一个足以令人闻风丧胆的邪道势力 而现在 那一男一女和那头凶兽 分明是撑着他们来的 怎会这样 我们以前可从没得罪过千血魔门啊 欲跑少年脸色阴沉 而此时 苏义长身而起 道 此次多谢诸位招待 我也该走了 众人一正 走 这时候谁还能走得了 远处 那立足在凶兽头顶的 一男一女发出了嗤笑声 明显也听到了苏义的话 小东西 你若能走得了 老子 那男子阴侧侧开口 可还不等说完 一抹剑气乍现 直死天上银河垂落 所有人眼前刺动 当视野恢复清晰时 就见前方河面上 那头巨大的凶兽不见了 那来自千血魔门的 一男一女也不见了 唯有河面上 有浓稠的血色在弥漫 这 所有人愣住 差点以为眼花了 但想 当那些年轻男女回过神时 才发现 那曾经和他们一起 验隐的男子早已不见踪迹 这一次 我们好像 好像遇到了传说中的高人啊 一个少女 那那说道 众人心绪翻腾 一见之下 一场针对他们而来的 弥天大祸就此迎刃而解 这等手段 的确和室外高人也没区别 那与跑少年来到苏伊曾坐过的地方 就见那一张桌案上 留着一句用酒水写下的诗句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压星河 楼船外 夜空浩渺 繁星点缀 一如星河流转 河面上 灯影摇曳 星光浮动 早已不见了那来历神秘的 世外高人的影子 想起之前一幕幕 的确就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32章 纵行原子一程 夜色如水 繁星点点 苏语迈步在一片荒凉的旷野之外 因为在晚风中飘荡 获为潇洒 呼的 他悄然驻足 从黑雾大渊开始 你就尾随在我身后 到现在过去一天一夜 为何不信身一见 苏语轻语 四野寄聊 山河无声 悄然间 远处的夜色中 一缕乌碍悄然涌动 疏而化作一个轻瘦苍老的身影 这是一个老人 穿着陈旧破损的布袍 虚发潦草 他的面容被一张青铜面具覆盖 只露出一对空洞 淡漠的眸 苏语眉头微皱 此人气息极为古怪 死气沉沉 宛如一具早已死掉不知多少岁月的古诗 很是诡异 你 苏语刚要说什么 这不跑老人竟直接出手了 吃 他身影凭空消失 下一刻 就出现在苏语身前 右手五指如利剑般刺抽 简简单单 却极端的灵力和霸道 苏语眼眸一缩 已来不及闪避 挥掌格挡 哼 附近千丈虚空骤人塌陷炸开 山河摇晃 一股霸裂无边的毁灭 未能席卷十方 让天边云层随之崩碎 大地都被撵出无数出目惊心的力痕 而苏语的身影 竟是被这一击阵的量枪倒退 周身气血都一阵翻腾 显得很是狼狈 他不禁惊诧 这老家伙好强横的力量 最诡异的是 对方身上死气争腾 魂看不出修为境界 可实力却极为恐怖 远比宇文奇 太征这样的先王更可怕 不等苏语多想 不跑老者身影如一道刺目的黑光般 再次暴杀而至 他没有动用任何神通和秘术 握掌维权 狠狠杂出 简单到极致 可那等威能也霸道恐怖到极致 一圈而已 让得天摇地动 狮方皆颤 虚空都被凿传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空间随之扭曲紊乱 苏语不敢大意 全力出手 和不跑老者厮杀起来 哄 天翻地覆 日月无光 这片荒野彻底陷入动荡崩坏中 一座又一座山越青塔 草木祭粉 仅仅几个呼吸间 苏语再次被撼动 整个人倒飞出去 他眉头皱起 过往一个月 他在黑布大渊潜心闭关 以神修为以真志大圆满地步 就是收拾妙剑后期先王 也不在话下 可现在 和那不跑老人厮杀时 他却感到扑面而来的压力 出此 这老家伙的气息也极为古怪 简直不像个活人 没有任何的感情波动 不过 这老家伙又和灵魂战偶雷则不同 严格而言 更像是一具尸体 轰隆 不跑老人再次杀来 出手狠辣而凌厉 动辄能轻易撕碎先王人物 强横至极 苏语没有再保留 直接祭出人间剑 挥剑杀伐 剑气纵横 激荡乾坤 过往一个月时间 人间剑的品项早已提升一大截 轻易可击毁先王其宝物 再配合苏裔的剑道造诣 让其一身战力也随之暴涨 可即便如此 也才堪堪抵挡住不跑老人的攻势 古诗 紫气 拥有远比妙境后期先王更可怕的实力 难道是 厮杀中 苏裔眼眸威宁 想起一件事 这老家伙 极可能是一具尸魁 所谓尸魁 也算得上傀儡的一种 不过却极为罕见和歹毒 炼制尸魁 需要用活人性命当做材料 需要对活人进行包皮 炼魂 熔炼血肉等等 繁密所谢的步骤 最难的一步 就是保全活人生前所拥有的修为 如此 才能炼出一具完整的尸魁 而在苏裔记忆中 先界天下最擅长炼制尸魁的 就是太医教开派祖师江太阿 这老家伙精通包皮术 炼魂术 运灵术等等 堪称通天的奇闻秘法 早在仙允时代以前 江太阿就曾炼制出一只尸魁大军 每个界有先王层次的实力 无疑 眼前这老家伙若真的是尸魁 那么对方极可能就是由江太阿派来 想到这 苏裔眸子中冷亡一闪 他直接动用杀招 下狠手 枪 剑银晦涧色 剑气幽暗 人间剑裹挟着六道轮回般的光影刺出 近乎是崔枯拉朽般 一举江不一老者的攻势击溃 咔嚓 剑气迸发 不一老者脸上的青铜面具应声而裂 露出一张皱纹密布的苍老容颜 行元子 怎么是你 苏裔心中猛的一阵 眼眸睁大 这一瞬 他毫不犹豫之手 人间剑的剑锋 堪堪在抵达不一老者咽喉时 猛得顿住 只差一点 就将凿传对方驳梗 可不一老者却趁此机会 一掌劈在苏裔剑锋之上 另一只手则如神龙探照 狠狠拍向苏裔 当 剑铭震天 人间间差点脱手而飞 而苏裔整个人 更是被这一掌拍飞出去 肩膀骨骼碎裂 血肉模糊 若不是他躲避及时 脑袋都差点被拍碎 苏裔皱美 脸色阴沉 可他心中却是一叹 无法去怪则对方 行元子是王爷前世最信任的部下之一 曾追随王爷征战多年 出生入死 李下赫赫战功 他性情耿介坚毅 一如王爷的左膀右臂 有着太晋第一阶太武层次的实力 在当初的先界 行元子被视作是小天廷太武山四大太晋战将之一 可如今的行元子早已被炼为失魁 人不人鬼不鬼 完全没有任何理智可言 真正该恨的是江太阿 当认出行元子身份那一瞬 苏裔已无比确信 这是江太阿那老皮肤干的 一想到这 苏裔内心就涌起不可遏制的杀机 当初的永夜之战 江太阿也曾参与其中 黑龙即逝的黑龙道君 同样惨遭江太阿毒手 这一切 让苏裔恨不得现在就去弄死那老混账 哼 私存时 行元子已毫不犹豫再次杀来 出手霸道 灵力无比 苏裔一边闪避 一边私存该如何解救行元子 最终 他的心沉入谷底 没有办法 行元子已被炼为失魁 和活死人并无区别 根本已没办法再救回来 苏裔很清楚江太阿的手段 此次既然派遣行元子前来 就已注定要么行元子死 要么他死 这让苏裔眉头紧锁 神色明灭不定 但想 他愧然一叹 终究是无法下狠手 决定先把行元子擒下 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做出决断后 苏裔不再闪避 灰剑迎上去 朕 剑气轰鸣 轮回光影交错应现 那恐怖的剑威 一举将行元子的攻势摧垮 连同他整个人都被彻底镇压 哼 行元子的身影狠狠砸在大地上 可还不等苏裔再次出手 行元子四遭受到莫大刺激般 猛得剧烈挣扎 他那空洞淡漠的眼瞳中 浮现一丝痛苦之色 而后 他发出野兽般的嘶叫声 满脸扭曲 浑身肌肤都在一寸寸军裂 血水随之如不是的流淌而出 他整个人都在剧烈颤抖 似曾受莫大痛苦 行元子 你可还记得本作 苏裔大鹤 声音中蕴含着一股 直抵人心的大道力量 而苏裔的模样 则随之一变 化作一个身着玄色长袍 头戴鹅观 身影齐长轩昂的男子 正是第五世王爷的模样 大地上如若野兽般痛苦 嘶叫的行元子豁然抬头 那混乱而空洞的眼眸 充斥着湿血般的光泽 可当看到苏裔时 他浑身猛的一颤 如遭雷击 主 主上 行元子失声喃喃 他瞳孔中湿血般的光消散 浑身剧烈颤抖 似终于恢复了一丝理智 那苍白的脸庞上更是浮现 一抹激动惊喜的笑容 真的是您吗 属下还以为 此生再无法见到您了 说着 他急促喘息 浑身颤抖 血流如铺 自在遭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 苏裔心中隐隐作痛 一眼就看出 行元子身上的力量正在飞快流逝 别说了 我先将你封印 带你离开 苏裔说着 正要行动 行元子却大叫道 主上 别过来 他身影摇摇欲坠 声音沙哑极促 属下已是必死之人 眼下仅仅只剩一丝残留的执念 不出片刻 就会彻底从世上消失 说着 他猛地深呼吸几口气 咧嘴笑道 临死前 能再见到主上 属下已知足了 苏裔眉头皱起 心中悲痛焦急 你可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行元子摇头道 属下根本无需说什么 主上也定会为属下报仇 不是吗 苏裔常叹 道 这是自然 行元子凝视着苏裔 脸上露出解脱式的笑容 道 那属下只希望 主上能能好好的 一如当年 顶天立地 见证天下 扑通 他爹坐在地上 浑身血淋淋的 一身气急已衰弱到极致 他头颅低垂 声音断断续续 可惜 属下再没有机会 跟着主上征战了 若有来事 属下一定会在为主上笑命 声音渐渐变得低微 苏裔心中翻腾 愤怒 痛惜 苦涩 无奈 感伤 各种情绪发酵 充实胸膛 四块雷般堵在那 憋温难受 最终 他深呼吸一口气 道 行元子 且让我送你一程 他双手抬起 顿时 无数如入燃烧般的彼岸花 飘液在夜空中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33章 最后通牒 彼岸花如火雨 飘落在虚空中 构建出一条火灶之路 通往无尽虚无的幽暗之中 彼岸奥义 意味着引渡 是构成轮回大道的核心奥秘之一 可惜 以苏语如今对轮回力量的掌控 还无法真正开启轮回之路 否则 定可以送行原子进入轮回 时转时成修 火光汹汹 明亮温絮 行原子的躯体扑素素化作了飞灰 唯有一道近乎于虚无的魂影出现 受到火照之路的接引 朝那远处的虚无中走去 直至快消失的时候 行原子的魂影悄然转身 看向远处的苏语 主上 保重 行原子咧嘴一笑 他那本就快要消散的魂影 就此消失不见 保重 苏语轻语 心中莫名感到一丝怅然 旋即 他似由察觉到斑 抬眼望向一侧虚空 先借极西之地 那一片万年不化的荒芜冰原下方 层层叠叠的地下空间深处 游着一座古老的殿宇 一袭玉袍 面容俊美的江太鹅 此时正坐在一张桌案前 他一手握笔 保湛星红的鲜血 在一张完整的人皮上 绘制出一幅浮贵 一扭曲的血色道纹 一盏铜灯摇曳 洒下斑驳的光 也让江太鹅的身影 一半冷罩于黑暗 一半沐浴在光明中 呼的一阵细微的破碎声响起 江太鹅手中的毛笔一顿 而后从袖袍中摸出一块碎裂的黑色蜜笔 行原子死了吗 且让我看看 究竟是不是他王爷 江太鹅精神一震 他放下毛笔 双手合拢 将那块碎裂的蜜笔夹在掌心 食指则缔结为一道神秘的法印 汪 一阵奇异的光影浮现 在虚空中不断交织 凝聚成一道血色光幕 光幕内映现出一片破败的山河景象 而后 他看到了一道奇长圈昂的身影 一袭悬色长袍 头戴鹅观 随意立在那 就有一股霸天绝地般的气势 王爷 当看到这一道身影 江太鹅眼眸悄然一缩 躯体都下意识紧绷了一下 作为王爷曾经的大敌 江太鹅远比其他人更清楚 王爷这个暴君是何等恐怖的一个存在 仙允时代以前 他一个人 就压得当时所有太经人物抬不起头来 正因如此 当初在永夜之战中 他们这边足足出动 三十三位太经人物去突袭王爷 一切都因为王爷太可怕了 而今 十个万古岁月后 当再次看到王爷那熟悉的身影 江太鹅又焉可能淡定 旋即 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不禁自嘲 心中暗道 这无数岁月过去 当见到这暴君时 还是免不了有点沉不住气呢 江太鹅抚摸着下巴 打量着那一道光幕中的王爷的身影 似要看穿他的一切体系 就在此时 他眼中的王爷呼得开口 江太鹅 我知道你正在某个地方看着这里 江太鹅一正 躯体悄然坐直 血色光幕中 王爷眼神幽冷淡漠 毫不掩饰杀鸡 不管你躲藏在哪里 我定会找到你 让你也体会一下 包皮 炼魂 熔炼血肉 沦为尸魁的滋味 下一刻 王爷的身影凭空消失 江太鹅神色明灭不定 很快 那一道血色光幕消散 江太鹅则一声轻笑 自语道 想对付我 那也得看看你能否从 诸神的眼皮底下活下来 如今这仙界 可早不是以前了 不周山 遥光净土 一座修建在山崖支盘的 古老殿宇内 遥光净土掌教齐骁镇 以及宗门的各位大人物 齐聚一堂 机身虚敬先榜第一名的应秀 以及他的师尊孔义先王 同样也在其中 消息已经确认 沈穆 或者说是那位苏义道友 和那旧大仙道师里的先王一样 消失在了黑暮大渊中 齐小镇沉深开口 他一袭羽衣 先锋道骨 面容轻瘦 眉梢带着深深的忧色 怎么会这样 应秀楠楠 小脸上尽是愁容 当初 他曾凭借先祖应山学 所留的宝物菩提灵 找到苏义求助 也是那时候 苏义答应 会出手帮他的师尊孔义先王 解决身上的神洁力量 这件事 他禀报给了师尊孔义先王 孔义先王为此感到极为振奋 倒并非是因为有机会能化解身上的神洁力量 而是他很清楚 苏义就是永夜帝君的转世之身 只要能得到苏义帮助 足够解决他们遥光净土所面临的困境 这件事 在最初的时候 孔义先王并未告诉宗门 直至后来 随着苏义在第七天官大发神威 怒斩群王废除镇守师神经师的消息传出 以及天兽大会上 苏义以沈墓的身份 连斩八位先王的事情轰动天下 孔义先王最终没能安纳住内心的喜悦 告诉宗门 由沈墓相助 足可以帮他们遥光净土解决困局 化解来自万灵交的威胁 不过 孔义先王并没有泄露苏义就是永夜帝君转世之身的真相 最初时 遥光净土那些大人物皆对此将信将疑 可了解到苏义在第七天官和天兽大会上的战绩后 那些大人物同样振奋起来 在很久以前 他们遥光净土也曾辉煌过 可随着在仙陨时代中遭遇那一场浩劫 遥光净土伤亡惨重 元气大伤 一落千丈 到如今 宗门中仅仅只有三位先王坐镇 其中还有两位先王 遭受神劫 以整体势力而伦 如今的遥光净土 连当时一些先王级势力都不如 而最近这些年 同样盘踞在不周山的万灵教 不断侵犯和蚕食遥光净土的地盘 也让遥光净土的处境变得极为窘迫和不堪 万灵教的势力太强盛 如日中天 远远不是遥光净土能够对抗 若非遥光净土抵运古老 宗门中拥有一些足以威胁到先王及强者的大杀器 怕是早已被万灵教吞并 饶是如此 他们遥光净土也撑不了太久了 因为再过数个月 万灵教教主就将举办先王夜宴 届时 万灵教将邀请分布在不周山的三大净土和当时一些先王人物一起参与 而万灵教主举办先王夜宴的目的 就是迫使像遥光净土这样扎根在不周山中的各大势力臣服 这一切让遥光净土上下无不忧心忡忡 这等情况下 若能得到苏毅相助 对他们遥光净土而言 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助力 最重要的是 孔夜先王从信誓旦旦保证 若苏毅出手 必可以帮他们遥光净土化解困局 可谁也没想到 前不久的时候 苏毅却遭受到来自九大仙道势力的追杀 更没人想到 经此一战 苏毅和那些追杀他的先王 全都消失在了黑武大渊 这个事实 简直如一记闷棍 狠狠砸在遥光净土那些大人物脑袋上 一个个心都沉入谷底 若是应山学老族还在救好了 有人叹息 应山学 一位早在仙允时代以前 就他足先道之巅的传奇 更是他们遥光净土的绝世传奇 不过早在仙允时代 应山学位堵壁灾祸 以横跨纪元长河 前往入如之纪元避祸 我早说过 咱们遥光净土的安危 断不能寄希望在一个年轻人身上 有人脸色阴沉 现在说这些 已经没用 距离先王夜宴的时间 已只剩下半年 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 做足准备 有人沉声道 一时间 各位大人物七嘴八舍开口 提出建议 可谁也没能给出一个化解困局的绝佳办法 归根到底 还是他们遥光净土如今的实力太弱了 远无法去和万灵教对抗 而等待他们遥光净土的 要么是被万灵教吞定 要么是负面 无论哪种结果都让他们很难接受 怎么办 大殿气氛愈发沉闷和压抑 呼的 一直沉默的孔业先王开口 道 我敢断定 苏义道友绝不会出事 众人一正 目光纷纷看向孔业先王 何以见得 长教齐霄振问道 孔业先王没有解释 只说道 我可以拿性命作宝 只要苏义道友答应的事情 就必然会办到 众人神色一阵阴晴不定 这样的作宝 有什么意义 终究无法让人信服 见此 应秀好几次都差点忍不住想诗话诗说 告诉在座那些大人物 苏义就是永夜帝君的转世之身 这样的绝世传奇 怎可能会被黑雾大渊困住 可最终 他还是忍住了 这件事不能泄露 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先做好准备为好 齐霄振沉声道 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外人身上 无疑 身为长教的齐霄振 同样不相信孔业先王的保证 就在此时 一个老者匆匆走进大殿 禀报道 长教大人 万灵教派前使者传来消息 说让我们宗门 尽早做出决断 选择向他们万灵教臣服 先王爷爷召开之前 若我们不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他们就会杀上门来 他灭咱们宗门 此话一出 大殿寂静 众人的脸色皆阴沉下来 谁还能听不出 万灵教这是在向他们摇光 净土下达最后通牒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1734章 我与天地接通快 同一时间 分布在布州山中的其他仙道势力 也收到了来自万灵教下达的最后通牒 在8月15日即将拉开帷幕的先王爷宴之前 要么臣服 要么覆灭 天玄净土 天书净土 以及其他一些仙道势力 借为此震动 忧心忠忠 一场风暴 也就此开始酝酿 在仙界 布州山极为有名 此山绵延八万里之遥远 群蓝起伏 山中分布着许多堪称一等一的名山伏地 像摇光 天玄 天书三大净土盘踞之地 各顶各式顶级的伏地 先卖汇聚 钟灵玉秀 同样 布州山中 也散落着许许多多的凶险禁地 一些禁区 连那些修仙势力也不敢靠近 出此 布州山最奇特的地方在于 山中许多地方 分布着折叠的空间位面 有的空间位面宛如秘境世界 有的则是危险无比的死地 就是仙道人物在布州山中闯荡 也极可能不小心闯入某个未知的空间位面中 过往无尽岁月中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知多少次 据传 布州山之所以拥有许许多多隐秘的空间位面 是因为布州山的混沌本源中 生有一株半戒属 此属又被称作空间神墓 早在太荒时期 就被视作仙界六大神墓之一 和空无神术 苍无神术 剑墓 扶桑术 万道神术并称于世 不过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没人见过万戒术 以至于有关万戒术的事情 也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传闻 而在如今的布州山中 万灵教俨然已是第一道统 号称麾下有八万妖兵 三百先军 以及数十位先王 万灵教之所以能够拥有 如此强盛的势力 一是和他们在过往岁月中 不断招揽仙界天下的 妖道强制有关 而是万灵教背后 站着一位神明 仅凭这一点 就让许多厉害的妖道大人物 趋之若鹜 纷纷选择投诚在万灵教麾下 到如今 若只论所拥有先王 及高手的数量 当时一些巨头势力 都无法和万灵教相比 这就是神明的影响力 而至今这些年 万灵教莫马力兵 频频出手 不断对外扩张地盘 已将矛头指向 不周山三大净土 和其他一些先到势力 但凡了解点消息的人都清楚 万灵教这是要吞并 不周山其他势力 彻底将不周山站为己有 时间流逝 匆匆两个月时间过去 金柳城 先借一座不起眼的小城池 城中并无先到势力 最强大的修行势力 也仅仅只有一位羽化真人坐镇 天穷阴暗 堆积着厚厚的一层乌云 虽然是白天 却和昏暗的夜晚一般 看着天象 怕是要下好大一场雨 一座酒楼中 苏一抬眼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而后就继续享用桌上的 一碗云吞面 云吞面热腾腾的 汤很鲜美 面条也很筋道 撒上一些辣子 吃起来尤为过瘾 酒楼时刻重多 一些修饰高谈阔论 显得很热闹 不管那沈穆是生是死 在当今仙界 他可是出尽了风头 绝对称得上如日中天 的确 以仙君修备 就能和仙王对抗 这等存在简直就像一个传说 遍寻天下 都找不出第二个 听说了吗 有川文说 那沈穆极可能是 永夜帝君的转世之身 荒谬 若是永夜帝君 怎可能会消失在黑雾大渊 也对 沈穆再厉害 和当初的永夜帝君相比 相差还是太远太远了 类似的议论 不断响起 苏语自顾自吃着云吞念 置若罔闻 事实上 在前往不周山的这一段时间里 他一路上所经过的那些城池中 只要有修饰汇聚之地 必然会谈起他的名字 到如今 他早已听得耳朵快声解 不过 从此面也可以看出 那一场针对他的大追杀 在仙界掀起的波兰是何等浩大 都已过去数月时间 天下各地物资都在议论这件事 唯一让苏语感到意外的是 有关他是永夜帝君转世之身的消息 也不知是谁散播出去 近段时间开始在仙界各地不断流传 不过苏语也根本不在意 师尊 大道求索之路既然如此凶险艰辛 我们为何还要去求索大道 找寻个地方 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呼的 一道声音引起苏语兴趣 那是一个才十岁左右的男孩 衣着朴素 皮肤有黑 一脸认真的在向身旁一个老者请教 老者须发如瓶 仅仅只是个大族登天之路的同寿境界王 温言 他心不在焉道 那你当初为何要选择修行 我 男孩想了想 道 我只是想变得更强壮一些 不再被那些比我年龄大的家伙欺负我 老者笑道 你看 修行可以让你变强 这就是世间大多数人求索大道的原因 顿了顿 他继续道 诚然 求索大道很凶险 也很艰难 和这世上的事情 哪有顺风顺水的 你就是去安安稳稳过日子 同样会遇到可堪 波折和挫败 这就是人生 老者抿了一口酒 人生不如一时 十有八九 能与人言者无一二 你现在还小 等长大了自然明白 相比求索大道时遇到的困苦 最让你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在该努力的时候 选择了放弃 男孩眉梢间近视不解 可最终忍住没追问 而是问起另一个问题 道 世尊 大道路漫漫 修炼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老者灯石沉默了 须久 他说道 有路可求索 总比无路可走要好一些 不是吗 难还枉然 这是何意 苏毅心中却平生一丝触动 这句话并非大道妙地 很通俗易懂 可落入他耳中 却在他心湖掀起了一层涟漪 大道之上 有路可走 的确是一桩万幸的事情 因为他曾多次体会过什么 叫无路可走 王爷 苦苦求索成神之路而不得 观主苦苦求索与化之路而不得 连他身为苏玄军使 仅仅只求索一条界王之路 都无法实现 不得不选择轮回转世 这就是无路可走的困境 太痛苦 太煎熬 而今细细想来 那些前世经历 之所以无路可走 几乎都和诸神有关 他们忌惮轮回 不容轮回重见于世 曾在人间界掀起浩劫 打碎与化之路 也曾击毁玄黄星界的界王之路 连在仙界 那一场仙陨时代的浩劫 都是由诸神掀起 对诸神而言 无法容忍轮回 更无法容忍那些 有机会成神的人 去撼动他们的神位 师尊 我时常为修行之事困惑 可该如何是好 男孩再问 老者笑着指了指男孩的脑袋 道 多想无意 唯有去亲身经历 才能解开你的困惑 我现在告诉你许多大道理 你就能过好自己的一生了 这时候 苏义长身而起 来到那老者身前 道 阁下之前那番话 与我也心有触动 受教了 说着 朝老者拱了拱手 这才转身而去 老者一正 一头雾水 自己说的那些话 可都是劝慰小孩子的 这年轻人又怎会心有触动 都这么大人了 难道还过不好自己的人生 想了想 老者认真叮嘱男孩 孩子 看到了吗 那就是一个没有在修行上 取得大成就的人 否则 不至于到现在 连我讲的那点粗浅道理都不懂 你呀 可千万别学他 男孩郑重说道 师尊 我记在心中了 捞着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走吧 我们也该离开了 哗啦 走出酒楼 天穷堆积已久的乌云 顿时下起瓢泊式的大雨 整个天地 顿时被雨幕所笼罩 雨水砸在地上 溅起阵阵水雾和细碎的水花 落在屋檐上 就如密集的古典响起 苏毅随手撑起一把伞 信不走在长街上 过往两个月时间 他一直在琢磨正道圣经的事情 无论是在野外风餐露宿 还是在城中流连行逛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 全都是和破镜有关的事宜 可惜 一直不曾堪破最后一层纸 无法迎来那一场破镜的契机 直至后来 他干脆就不想了 犹如漂泊在外的旅人 在赶路的途中 该修炼时就修炼 该游玩时就游玩 跋涉在山河之间 穿行在繁华如水的城池之中 渐渐地 他什么都不在乎了 完全活在一种自我的天地中 直至之前 在酒楼吃完一碗热腾腾的云吞面 听了那一对师徒的一番对话 莫名其妙地 苏毅心生一丝触动 并非是顿悟 也并非是打破了瓶颈 也并非是那老者的话语 有多么的高深 仅仅只是一种 心血来朝般的感觉 就像触景生情 灵光一闪 而后 苏毅自然而然地捕捉到了 一丝正道的契机 就那般奇妙 可苏毅清楚 这一切和自己过往两个月的私存 经历和沉淀有关 若没有这种心境上的积累 断不可能有此时的灵光一闪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纺似瓢泊 天地间都是哗哗的响声 苏毅步履变得轻快起来 陈边也有一丝笑意在浮现 兴之所致 他干脆丢掉手中的油纸伞 大步在雨中漫步 雨水浇灌全身 而他却悠然自得 不曾闪避 也不曾用修为去抵挡 就那般痛痛快快地 迎着那一场大雨 大步走向前方 这一天 苏毅于金柳城外 破镜正道 一举迈入圣境 当时大雨如铺 好雨之时节 天地之我义 我与天地皆痛快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35章 那张 妖光净土 一座山间楼阁前 王玉清壁的大树下 孔叶先王 坐在一张蒲团上 没稍有一抹 挥之不去的阴霾 三个月前 万灵椒对他们 遥光净土 下达了最后通牒 而现在 距离先王 夜宴召开的时间 一直剩下不到半个月 若在此之前 不给万灵椒 一个明确答复 万灵椒便将大举来犯 他灭他们 遥光净土 试试更迭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谁能想象 我遥光净土 有朝一日 竟会遭遇这等 弥天大祸 孔叶先王 会忍一叹 师尊 刚刚获得消息 依附在我们 遥光净土 麾下的 十三个仙道势力 如今都已选择 向万灵教投诚 远处 应袖匆匆而来 他一席 担子子长衣 清理绝俗 作为先王级势力 遥光净土 麾下也有许多 附属势力 可最近这段时间 这些附属势力 陆续被判 一些趋利避害的 墙头草罢了 不必在意 孔叶先王 微微摇头 真正让他糟心的是 在万灵教的胁迫下 他们 摇光净土 那也开始 变得动荡起来 一些大人物 甚至建议 为保全宗门上下的性命 可以委曲求全 向万灵教 低头臣服 这让孔叶先王气的肺 都快炸开 第一时间就否定了 这样的提议 更把那些大人物 赤骂了一通 可经此一事 让孔叶先王意识到 宗门出问题了 人心不稳 必出内乱 应秀沉默片刻 道 师尊 现在宗门那些弟子 接人心惶惶 各自都在谋划退路 一些弟子 更是趁着外出的机会离开 至今也没有回来 孔叶先王眉头皱起 人都说树倒湖孙散 如今我们遥光净土还没倒下呢 就有人先逃了 声音中透着运怒 可玄疾 他常叹道 不过 也不怪他们 大难临头 牵扯到自身性命 谁会坐以待毙 说着 他自嘲试地说道 简单来说 无论是那些附庸势力 还是宗门那些逃走的弟子 明显都已认定 我们遥光净土 无力去和万灵教对抗 眼下的遥光净土 的确可以用风雨飘摇 内忧外坏来形容 宗门上下 人心不稳 愁云惨淡 孔夜先王难难道 我倒是不怕死 我只是无法容忍宗门的万事基业 毁在我们手中 所以 这一次我不会屈服 也不会撤走 宁可战死 也要守在这里 应袖洞容 悲从心来 他连忙安抚道 世尊天无绝人之路 事情还远没有严重到那等地步 孔夜先王笑了笑 道 应袖 还有句话叫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掌教已为你们这些年轻后辈安排了退路 只要你们活着 遥光净土哪怕被毁掉 以后也有重建的机会 至于如我这样的老家伙 刚说到这 远处一座古老殿宇内 呼地传来一阵剧烈的争吵声 孔夜先王眉头一皱 再顾不得多说 长身而起 道 走 去看看 试图二人抵达那座殿雨时 就见大殿内的气氛格外的压抑 甚至称得上剑拔弩张 掌教齐霄阵脸色阴沉如水 一些大人物怒行余色 目光齐齐盯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蓝袍老者 身影消瘦 面容威严 正是摇替我 正是摇光镜头的大长老 中门上下考虑 绝无私心 孔夜先王面无表情道 我 你是如何考虑的 随风和深呼吸一口气 沉声道 师伯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万灵教已经派遣强者 将我们摇光净土通往外界的道徒彻底封锁 哪怕我们选择撤离 也必会被万灵教第一时间阻截 换而言之 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 而以我们宗门的实力 一旦去和万灵教开战 注定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 反倒是 若是和对方续拼 还不知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 流多少的血 说着 随风和满脸的悲痛 一字一顿道 若非为宗门上下 所有人的性命考虑 我又怎可能提出这等屈辱的建议 大殿气氛沉闷 人们脸色难看 孔叶先王眉头皱起 冷冷道 还有骂 随风和深呼吸一口气 道 暂时选择低头和臣服 不只可以保全宗门上下的性命 也可以保住宗门的万事机也不被毁掉 他目光一扫众人 最终看向孔叶先王 师伯 你难道忍心看着我们遥光净土被彻底毁掉 就此从世间出名 孔叶先王脸色已阴沉到极致 道 你继续说 随风和四彻底豁出去 一咬牙 说道 我已经得到万灵教大主计的承诺 只要我们遥光净土臣服 为他们万灵教效命 他们必不会亏待我等 也不会残害任何人性命 听到这 应秀战声道 大长老 原来你 你早已经和万灵教暗中勾结了 随风和脸色已沉 呵斥道 应秀 我是忍辱负重 在和万灵教谈判 若非我清紧心血 付出一切努力去我旋 你以为万灵教会做出这等承诺 孔叶先王道 这是你一人的主意 不 这也是我的意思 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众人皆吃惊 难以置信地看向一个人 那是个身影枯瘦 虚发如银的老者 微云 遥光净土太上长老 和孔叶先王一样 是宗门三位先王之一 因为遥光净土另一位先王 早在很久以前旧云游四海 至今未归 故而 微云和孔叶一样 是坐镇遥光净土的顶梁柱人物 之前 微云一直沉默 不曾表态 可现在 他却开口支持大长老 这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孔叶先王 脸色一下子变得奇差无比 怪不得随凤和敢提出这样的建议 原来是有维云师兄你在撑腰 维云正为道 师弟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一起用事吗 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宗门上下全宝灭亡 顿了顿 他温声道 师弟 我的维人 你应该最清楚 若非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不会选择这等屈辱的办法 除此 维云画风一转 万灵教已承诺 只要你我愿意为他们效力 必会为你我化解身上的神洁力量 他眼眸泛起一丝火热 师弟 过往那无尽岁月 我们已经受够了神洁力量的折磨 而今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绝佳机会 又怎能措施 孔叶心中一沉 终于明白了 归根到底 维云之所以愿意向万灵教臣服 或许的确是想保全宗门上下的性命 可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借此机会 化解身上的神洁力量 其实 我认为太上长老说的并不错 眼下我们先委曲求权 生存下来 以后再图谋复仇的事宜 又何尝不可 一个大人物低声开口 不错 万灵教已把我们的所有退路风子 若开战 我们遥光净土必遭覆灭之危 人若没了 以后何谈复仇 顿时 其他一些大人物开口 支持维云 这让孔叶心中发寒 经不住怒气而笑 万灵教是白痴马 岂可能给你们以后复仇的机会 我敢肯定 当臣服之后 我们所有人都会被万灵教牢牢掌控 我们遥光净土的万事基业 也必将被万灵教所占 自此以后 我们或许能苟活一世 可遥光净土必将名存实亡 孔叶须发怒章 神色可不 那是人的目光 让不少人神色不自在 维云叹息 摇头道 师弟 我对你的看法无法苟同 他目光看向掌教齐萧镇 掌教 你又如何看待此事 齐萧镇铁睛着脸 反问道 倘若我不答应 师伯就不会向万灵教臣服吗 维云眉头皱起 道 我可不希望宗门发生内乱 倘若掌教反对 就别怪我一掌辈的名义 将你的掌教职务割除 一句话 师伯天经 所有人色变 意识到太上长老维云是铁了心 要去向万灵教投诚 孔叶愤然道 师兄 你觉得我会袖手旁观吗 维云面无表情道 师弟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出此 宗门上下覆盖的禁阵 以及一些阵派正宝 皆由我掌控 只要你敢动手 我保证 立刻便将你镇压 你 孔叶愤怒 大殿七分剑把弩张 压抑地让人喘不过起来 所有人虚体紧绷 应秀担忧地看着师尊 小脸苍白 一旦师尊在此刻撕破脸 可就再没有回旋余地了 最让人绝望的是 今天的局势 已看不到任何缓和的可能 师尊他哪怕拒绝 也会被镇压 改变不了宗门上下向万灵教臣服的结局 师弟 我这么做 是为宗门上下所有人性命考虑 也是为宗门的万事基业考虑 断无私心 更问心无愧 维云沉声道 若诸位答应 事情就这么定了 待会我会派遣大长老去万灵教走一遭 向他们表达我们遥光尽土的态度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36章 毫无悬念 我不答应 几乎不约而同的 孔雁和掌教齐萧镇齐齐开口 态度坚决 维云脸色顿时难看下来 谋光甚人 你们这么做 只会让我们遥光尽土彻底覆灭 简直冥顽不灵 他长身而起 气势可不 抬手一点 哼 无数青色神红涌现 如绳索般将掌教齐萧镇团团捆腹 全场一惊 原本一些大人物打算支持掌教 可见到这一怒时 都不禁退缩了 一个个静若寒蝉 微云神似冷酷 道 自今日起 且罚你面壁思果 掌教职务 赞由大长老担任 齐萧镇神似惨然 低头不语 大长老随奉何则精神一振 肃然道 晚辈领命 师弟 我再问你一遍 是否同意 微云目光看向孔雁 孔雁仙王脸色铁青 撕声道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微云怕是早被叛宗门 和那万人叫横戏一气 同流合污 微云眉头皱起 语气淡漠道 既然你明完不灵 那就和掌教一起 去面避思过吧 他掌心一番 一面青铜剑浮现而出 遥光宝剑 遥光净土的镇派正宝 未能恐怖和御用宗门上下覆盖的 禁阵之力和轻松震杀先王 太上长老 你若敢对师尊动手 我第一个不答应 应秀叫脸顿便 第一时间站出来 那遥光宝剑 乃是他的先祖应山学所流 微云脸色一沉 应秀 我是在为宗门的生死存亡考虑 你速速让开 否则 别怪我也将你关起来 应秀的身份很特殊 原因就在于 他的先祖从事宗门的太静人物应山学 影响深远 不让应秀闷着唇 满脸怒容 微云魔光闪动 呼的秀炮一挥 哄 一股青色神灰席卷而出 孔叶先王帝一时间出手 对应秀进行庇护 可随着微云会动手中的摇光宝剑 一片精致力量涌现 一举将孔叶先王镇压在地 而应秀的身影则滚落在远处 长发披伞 俏脸苍白 师尊 应秀揪心 惊目不安 我没事 孔叶先王摇头 神色黯然 他彻底看透了 维云一心要向万灵教臣服 这等情况下 宗门上下 根本无人能阻挠 唯云面无表情道 还有谁反对 他目光扫视大殿众人 无人应答 和此时 大殿外却响起一道淡然的声音 若我来得再晚一些 怕是非让你把摇光净土彻底毁了 声音不大 却清清楚楚传入众人耳中 谁 所有目光齐刷刷看向大殿外 就见一个身着青袍 身影俊八的身影 从远处走来 步履悠闲 宛如闲庭信步 众人接受惊诧 这可是要么摇光净土的宗门重地 别说是外人 就是宗门那些核心弟子 都不敢擅自闯入 可现在 却有一个年轻人大摇大摆走来了 这认识能不奇怪 苏道有 而当看到来人 应秀惊喜叫出来 苏道有 孔叶先王顿时明白那年轻人是谁了 心中一阵 可当想起维云手中掌握的那些阵派重宝 孔叶心中的激动顿时消散大半 反倒有些紧张 维云已经豁出去要臣服万灵教 这等情况下 岂可能再让苏义帮忙去对付万灵教 姓苏 难道你就是那个苏义 大长老随凤和吃惊道 此话已出 大殿证人皆等容 苏义 一个犹如传奇般在仙界崛起的仙君 曾在第七天馆怒斩群王 也曾以沈默的身份 在天守大会上震杀八位先王 这些事情早已传遍天下 谁能不知 一时间 所有看向苏义的目光都变了 你 你不是疑死在黑雾大渊 随凤和禁不住道 其他人也困惑 三个月前 九大仙道势力的一众仙王 以其追杀苏义 最终却全都消失在了黑雾大渊 这件事在仙界天下闹得沸沸扬扬 到现在 有关苏义和那些仙王的死活 还是一个无人得知的谜团 然而此时 苏义却出现在了他们遥光净土的地盘上 这任谁能不惊 苏义没有理会随凤和 他自顾自走进这座大殿 先将映秀从地上扶起 温声道 还好 我来得不算晚 待会我替你出口气 前世 他和应山雪算得上是同道好友 而应秀则是应山雪的晚辈 有这层关系在 苏义自不会让应秀吃亏 而后 他又来到孔叶仙王身旁 随手一抹 镇压在孔叶仙王身上的静置力量 已被抹除掉 当看到这一幕时 在场其他人无不震惊 那可是他们摇光净土的镇派进阵 可现在却被一个仙君坛指尖抹除了 苏义 这可是我们摇光净土的地盘 你 你这是何意 随凤和陈声道 苏义视若无睹 或者说 他直接无视了大殿其他人 他目光看着孔叶仙王 道 事情 我大概已经清楚 接下来交给我来解决 你和英雄在一侧看着便是 孔叶仙王眉梢尽是忧色 传音提醒道 苏道友 维云师兄他掌控摇光宝剑 能够运用宗门的镇派进阵和密宝 你可千万当心 苏义点了点头 而此时 一只冷眼观望的维云神色威严道 苏道友远来是客 不过 我们遥光净土已不需要道友的帮忙 请回吧 苏义这才将目光看过去 淡淡道 我此来 不为帮忙 而是要灭杀一切和万灵教勾结之人 维云眼眸一缩 许多大人物脸色顿变 人的名术的影 哪怕苏义是仙君 可谁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曾屠戮许多仙王 维云神呼吸一口气 语气淡漠道 我劝你莫要自武 别忘了 你如今早已被九大仙道势力盯上 只需我将消息传出去 必让你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顿了顿 他继续道 除此 我遥光净土上下 皆覆盖古老沙镇 足可轻松震杀当时任何仙王 道友若要在这里作乱 下场怕是会很不堪 这已是近乎不加掩饰的威胁 苏义却笑了笑 道 说完了 苏义 猛的 大张老随凤和怒道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们敬你 是不想撕破脸皮 可你若真以为我们怕了 就是大错特错 苏义屈指一旦 吃 一道禁气炸蟹 随凤和眉心出现一个血窟窿 身影烹得一声倒在地上 场中骚扰 哗然四起 那些大人物们都被惊到 谁也没想到 苏义说杀人就杀人 一点征兆都没有 饶尸维云这样的仙王 甚至都没能来得及去阻止 应秀抿了抿唇 心中却很痛快 这样的叛徒 该杀 孔叶先王却暗呼要遭 如此一来 维云岂可能善罢甘休 地灭 鲜血流淌 血腥开始弥漫 而维云的脸色已变得铁青起来 谋犯杀鸡 苏义 我们和你井水不犯河水 你却动辄杀人 是不是太过分了 苏义想了想 道 我此来不周山 是要他灭万灵教 而你们和万灵教苟结 自然当诛 说着 他目光一扫在场那些大人物 谁不服 现在都可以站出来 省得我一一晒选辩认 众人变色 不敢缺和苏义对视 而一些大人物的目光 则都看向维云 维云怒急而笑 道 万灵教背后站着一位神明 岂是你能挑衅 简直找死 说着 他猛地催动手中的摇广宝剑 哼 一片金针力量涌现 化作刺墨的金色神灰 朝苏义阵杀而去 遥光悬天阵 遥光净土的护山第一杀阵 那等威能 的确恐怖至极 足可威胁到当事人和先王的性命 小心 孔叶脸色大变 却见苏义不闪不闭 朝前迈出一步 哼 迎面而知的金色神灰顿时炸开 化作漫天光与溃散 自始至终都不曾出手 众人无不震撼 斗西凉气 这苏义 似乎比传闻中还要更可怕 孔叶先王和英秀都不禁发猛 这 这也行 杀 维云大鹤 虚发怒章 全力催动摇光宝剑 轰隆 一重又一重进阵力量迸发 全都杀向苏义 大殿证人皆骇然 纷纷躲避 唯恐被波及 却见苏义迈不上前 俊拔的身影迸发出通天彻地般的气势 一路所过 那一重重进阵力量轰然炸开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恰似海中结石 任凭惊涛拍打 无可撼动 这让维云都不禁悚然 难以置信 而此时 苏义已迈不来到近前 抬手一按 对下 维云目自欲裂 全力抵抗 和他一个被神节缠身的先王 那可能是苏义的对手 嗯 伴随们想 维云跪倒在地 双膝骨骼崩碎 鲜血浸出地面 春中发出痛苦的惨叫 藩掌之间 这位之前还未封八面的太上长老 就被镇压得屈辱跪地 所有人傻眼 都呆之在那 紫苏义出现后 谭指尖正杀大长老随凤和 紧跟着 他一路视如破竹般 击溃遥光玄天镇的轰沙 一掌就将维云镇压跪地 太霸道了 完全就是碾压 毫无悬念可言 孔叶先王 英雄他们差点都怀疑是在做梦 对他们而言 今宇之局势 让他们都有绝望无助之感 可在苏义那 这样的局势却显得那般不堪 轻描淡写之间 就让局势逆转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1737章 蹊跷 大殿气氛死记 所有人都被苏义那 变靡无敌的风采震慑道 威云贵夫在地 浑身因剧痛而颤抖 她艰难抬头 滋生道 你杀了我 必会遭受万灵教的报复 到那时 你可以选择逃走 和我遥光净土怎么办 苏语淡淡道 我说了 此来不周山 就是要探灭万灵教 既如此 我为何要逃 维云瞪大眼睛 万灵教背靠神明 哪怕是当时那些巨头势力 也不敢轻易招惹 你有什么能耐去挑战神明的意志 苏语一声闪笑 道 什么神明 早晚有一天 我将终结他们所有的一切 说着 她袖抛弗洞 砰 微云躯体炸开 灰飞烟孽 众人浑身一哆嗦 无不毛骨悚然 无法想象 太上长老这等先王净存在 就这般被抹杀 我杀了你们遥光净土 这个吃里爬外的叛徒 你们谁有一见 苏语目光环顾众人 气氛沉闷压抑 无人应答 而当苏语的目光看向大长老随凤和 后者脸色顿变 道 向万灵教投成这件事 都是维云师伯作主 我只是封命行事 扑 一抹剑气将随凤和手机斩掉 伸手异地 这血腥的一幕 又刺激了许多大人物色变 双膝发软 也有人愤怒 力声斥责苏语 苏语 你一个外人 却滥杀我派之人 未免太放肆 哼 下一刻 此人躯体裂开 魂飞魄散 苏语淡淡道 还有谁不服 久久无人敢言 皆被苏语那杀人不眨眼的狠了姿态震 永夜帝君的手段 果然非寻常可比 应秀心神恍惚 只觉得苏语的身影那等伟岸 辟腻 让人禁不住相顶礼膜拜 而此时 掌教齐霄镇已脱困 从地上起身 朝苏语拱手见礼道 多谢道友出手 为我摇光净土清理门户 苏语道 你不怪我 齐霄镇摇头 太上长老和大长老 两人跪迷心窍 和敌人私下勾结 已和叛徒没区别 若非道友及时赶来 以雷鼎手段阵杀死二人 我摇光净土万事基业 必葬送这两人手中 不错 今日之事 道友有答案与我摇光净土 我等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会怪责 孔夜先王走上前 公公静静朝苏语行雷一礼 在场之中 唯有他和英秀清楚 眼前这年轻人真正的身份 多谢道友 其他人四省悟过来班 纷纷朝苏语行礼 无须谢我 苏语道 我本就和万灵教有仇 更别说 念在英秀姑娘的面子上 今天的事情 我也不能不管 英秀一呆 心中却清楚 永夜帝君大人 顾念的不是自己的面子 而是自己的先祖应山学 此次有苏道友在 哪怕万灵教大举来犯 我摇光净土也不怕了 孔夜先王笑道 满脸的激动和喜悦 众人都不清楚 孔夜先王为何会对苏语那般有信心 可没人敢在这时候说什么 苏语反问道 为何要等到万灵教大举来犯 众人一正 孔夜先王忍不住道 道友的意思是 苏语随口道 当然是主动出击 杀去万灵教的老巢 一举将其大灭 思 场中顿时响起一阵道西凉气的声音 主动出击 杀上万灵教 哥在当今仙界 恐怕就是那些巨头势力都不敢这么做 毕竟 谁不清楚万灵教背后站着一位神明 诚然 神明受制于秩序和规则 无法真正降临世间 和神明的手段正多 足可帮万灵教化解各种灾结 这等情况下 杀上万灵教老巢 无疑太冒失 也太疯狂了 饶使孔夜先王和应秀都清楚苏语身份 可此时也不免心颤 被惊到了 因为他们同样清楚 眼前的苏语 仅仅是永夜帝君的转世之身 而非巅峰时后的他 道友 还望三思 长教七脚镇连忙到 那万灵教游书十位先王坐镇 三百余位先军 以及八万妖兵 出此 其教主乃是一位神明清定的神使 掌握着许多神明所赐的秘法和秘宝 不等说完 苏语打断道 唯一已决 七脚镇顿时语色 众人面面相去 想了想 苏语道 接下来 还请诸位派遣使者 告诉天玄净土 天书净土 让他们前往观战 观战 应秀有些困惑 不错 苏语道 等我赢了的时候 也让他们出一口气 去收拾那些溃兵败将 也算帮我收拾一些漏网之鱼 众人正了正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都还没有开战呢 苏语都已经考虑到获胜之后的事情了 并且 听他的语气 似乎对于此行 有着绝对的自信 还是恐夜仙王最先反应过来 一咬牙 说道 好 此次行动 我们遥光净土也会倾尽力量 和道友一起前往 出此 我们会尽量说服其他两大净土也派遣力量 一起去对付万灵教 苏语摇头道 只需让他们去观战便可 若是抢求他们派减强者去万灵教 他们可不见得帮忙 想一想就知道 在不明情况的时候 天宣净土和天书净土 怎可能拿命去和万灵教火拼 唯有但苏语获胜了 他们才会趁机对万灵教那些残兵败将下函手 简单而言 就是一句话 谁赢 他们帮谁 苏语可不认为 仅凭自己现在的威望 就能让那两大净土奋不顾身的效力 这件事 我亲自去那两大净土走一趟 张教齐萧镇做出决断 他想明白了 与其被动受敌 到底确不如主动出击 好 三个时辰后 我会启程前往万灵教 苏语点了点头 当即 齐萧镇和那些大人物行动起来 孔叶先王子带着苏语和应秀 来到了他的洞府中 晚辈孔叶 拜见帝君大人 刚一进入洞府 孔叶就恭敬朝苏语行了一个大礼 一侧 应秀也赶忙行礼 莫要拘谨和客气 坐吧 苏语随意坐在一张蒲团上 临出酒壶 眯着眼私存起来 孔叶先王和应秀分别落座 眼见苏语沉思不语 两者也不敢惊扰 皆聚谨地坐在那 须久 苏语呼地问道 相比你们遥光净土 天宣净土和天书净土的处境 似乎也很不堪 对否 孔叶先王点头道 的确如此 早在仙允时代那一场浩劫中 我们三大净土都遭受到严重的冲击 伤亡惨重 一批最顶尖的大人物为了给宗门子弟争取生路 几乎都在浩劫中陨落 说着他神色一阵黯然 遥想当初 他们遥光净土和也是天下间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苏语再问道 应山雪当初为何不像其他太景人物一样躲避起来 而是选择要横渡纪元长河前往如知纪元避祸 孔叶先王一愣 应秀则飞快道 我记得父亲曾说过 当初应山雪老祖离开时 曾说过 像他这等层次的角色 要么低头妥协 才能躲开那一场神祸的打击 要么就只能离开仙界 前往纪元长河寻觅生路 苏语眼眸微宁 道 低头妥协 向何人低头妥协 不清楚 应秀摇头 苏语沉默片刻 道 天书净土的老兔子凤图帝君 天玄净土的紫印帝君 是否也早已不在仙界 正是 孔叶先王点头 苏语轻叹一声 喃喃道 果然 这件事很蹊跷 一千十号 竟被我忽略了 孔叶先王和应秀的眼神 皆些满困惑 不清楚苏语在说什么 苏语没有解释 他只是见到遥光净土的窘迫处境后 意识到一件事 在当今仙界 那些他所熟悉的太境人物 要么早已不在仙界 要么就像人间蒸发了般 遥无音讯 诚然 那些太境人物或许在躲避神火 可别忘了 既然江泰尔能派人找到自己 那些曾和自己是默逆之交的老家伙 为何就不能找到自己 出此 还有一个蹊跷之处 小如意债的 小如意离开了仙界 遥光净土的应山雪 也离开了仙界 连老兔子凤图帝君 紫印帝君这些角色 同样也都离开了仙界 反观太经骄的血小子 太教江泰尔 神火焦平天帝君等仇敌 却都还在仙界 这无疑很反常 应山雪不愿妥协低头 才会离开仙界 如此推算 血小子 江泰尔等人 是否已经妥协低头 才能够避开那一场神祸 若如此 他们又曾向何人妥协 诸神骂 也不对 若他们早已投靠诸神 大可不必再躲藏起来 至今不甘显露踪迹 苏意揉了揉眉雨 心中一斗丛生 他意识到 有关这一场神祸的事情 远不是自己之前 所想的那般简单 若能找到一个了解 内清的太静老家伙 或许就能真相大白了 苏意暗道 眼下 他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判断 凡是那些不愿妥协的太静人物 极可能都已离开仙界 也正因为没有了这等人物的坐镇和庇护 像不周山这三大静徒势力 才会不断衰落 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 反观太清教 太教这些巨头势力 强盛如旧 依然是新界最顶尖的庞然大物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暗孔夜仙王所言 在前往天雀山的这一路上 分布着万灵教的十三只据点 每一个据点 分别有一只 效命在万灵教麾下的妖道势力 那些妖道势力中 少则有七八位先君 多则有十余位先君 其中甚至有仙王坐镇 出此 尚有数之不尽的妖道强者 而这 还仅仅只是依附在万灵教的十三只势力 万灵教自身便有数十位先王 三百余位先君 八万妖道强者 这样的阵容 放眼当今仙界 足以让一些巨头势力都逊色 不过 万灵教虽然声势浩大 麾下强者如云 和这个道统鱼龙混杂 派系林立 只要能灭了万灵教主 群龙无首之下 万灵教避土帮瓦解 孔夜仙王道 说着 他把万灵教主介绍了一遍 万灵教主是一位妙境大圆满先王 实力深不可测 据说只需一个契机就能踏足太近 他来历神秘 被神明清定为神使 掌握诸般神明所赐的秘法和秘宝 极端恐怖 万灵教主麾下 共有十位忠心耿耿的主祭 每一个皆是先王 尤其是大主祭卫训 据说实力不在万灵教主之下 当听到这 苏一纠正道 如今的万灵教 应该只剩下七位主祭了 他清楚记得 在黑龙集市的时候 万灵教的云穷主祭 死在了赤龙道君手底下 而在数月前那一场追杀中 万灵教的五位先王都死在他手底下 其中就有两个主祭 孔叶先王愣了一下 这才继续道 这万灵教主已经很久不曾露面 据说是在闭关 为正道太景做准备 如今在万灵教主治大局的 便是大祭司卫训 接下来 他又介绍了一些和万灵教有关的其他情况 最后 他才说道 帝君大人 依我看来 我们只需悄悄杀上天雀山 以您的手段 足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其老巢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应秀也点了点头 如今万灵教注定不知道 帝君大人的转世之身 苏义已经抵达不周山 这等情况下 采取突袭的策略 无疑最适合 可苏义却摇了摇头 道 无需掩饰 一路杀上天雀山便可 孔夜仙王愕然 应秀也争大美眸 一路杀上万灵教 这绝对会打草惊蛇 提前让万灵教警觉 到那时 哪怕能杀上天雀山石 注定将要面临对方精心准备的杀局 苏义一眼看出两人的困惑 不禁笑道 就是让他们做足准备 才方便我能一网打尽 孔夜仙王和应秀的确明白了 只是心中却很难平静 帝君大仁他 难道就真的一点也不忌惮神明 两个失禅后 掌教齐萧镇匆匆返回 告诉苏义 天宣和天书两大净土已经答应 会派遣大人物前往观战 不过正如苏义所预料 这两大净土势力在不明状况的情况下 也仅仅只是去观战 而不是帮忙 对此 苏义并不在意 他也从不指望他人帮忙 直至暮色降临时 苏义展开行动 与之一起同行的 仅仅只有孔夜仙王和应秀两人 掌教齐萧镇和其他大人物则都已做足准备 将会在之后带着宗门强者前往接应 不周山足有八万里范围 处了一些堪称临山伏地的区域 其他地方到处奋布着凶险 最令人忌惮的 便是那些折叠空间 不过 这些都难不周苏义 前世的时候 王爷曾多次进入不周山深处探索 为的是找寻那一株只存在于传闻中的万界树 虽然最终也没能找到 和却让王爷对不周山的状况了如指掌 而这些宝贵的经验和阅历 也让苏义在不周山中行走时 和故地重游也没区别 才刚离开遥光净土不久 苏义他们一行人的前路上 就出现一群妖羞 为首的是一位妖道先君 一系银袍 孔夜仙王 你们遥光净土这是已决定向我们万灵教臣服了吗 银袍男子一眼认出了孔夜的身份 脸上不禁露出笑意 这么说的话 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在他身后 那些妖羞也笑起来 面对孔夜这等仙王存在 可他们这些妖羞却毫无畏惧和敬政 可想而知 万灵教的气焰已嚣张到何等地步 可惜他们碰到了苏义 他都懒得废话 袖袍一挥 哗啦 一捧尽气如神红般击射而出 银袍男子等人的躯体 顿时在一阵碰碰碰的闷响中炸开 魂飞魄散 而苏义看都不看一眼 朝前方呼啸而去 孔夜仙王和英秀跟随其后 接下来的路上 陆续遇到一些万灵教的强者 秀为都谈不上厉害 甚至不乏一些未曾成仙的修士 事实上 在当今仙界 能够成仙的终究是极少数 哪怕是万灵教这样的庞然大物 成仙的角色也只占一小部分 其他大部分都是仙境之下的角色 不过 哪怕一路上遇到的这些强者修为很弱 依旧被苏义毫不客气地灭掉 一路上 他就如飓风过境 寸草不生 既然说要一路杀伤万灵教老巢 他自不会食言 八千里外 云雾迷万 一条浩浩荡荡的黑色大河支盘 坐落着一座形似葫芦般的巨大山谷 葫芦谷 这里是万灵教的据点之一 由一个依附在万灵教麾下的名叫天炎 妖宗的妖道势力掌控 葫芦谷内共有三千妖修 其中最强的便是九位仙君 以及一位妖道仙王 暮色时分 夕阳残照 葫芦谷内 一片热闹喧嚣的景象 今天是天炎妖宗一位大长老的寿臣 宗门上下张罗了一场盛大的宴席 门中强者皆在巨影 气氛闹哄哄的 嗯 呼的 一个喝得醉熏熏的老者揉了揉眼睛 那三人是谁 竟敢擅自进入我们葫芦谷上空 场中其他妖修也纷纷抬头 可还不等他们看清楚 天晴骤然大放光明 只此一轮璀璨耀眼的太阳炸开 所有人都被惊到 而后 就见无数剑气 从天而降 密集如暴雨 清天覆地 那每一道剑气 都那般璀璨 充斥无间不摧的灵力神韵 轰隆 葫芦谷上空覆盖的剑阵力量 如指胡般被凿传无数个窟窿 四番五裂 轰然崩塌 当剑气垂落 整座葫芦谷内 顿时响起一阵凄厉的惨叫 一个个要求惨死 对蜜渣渣的剑气轰沙当场 鲜血四密集炸开的烟花般 将虚空染红 那山谷中的宫殿楼宇 皆轰然崩碎 哪怕是那些仙君 在那密密麻麻的剑气之下 也如同土鸡娃狗般不堪 瞬息毙命 紧紧眨眼间 整座葫芦谷四分五裂 千尝百孔 血流成河 天穷下 苏裔眼神淡漠地看着这一幕 孔夜仙王和英秀立在其身后 混账 伴随一道愤怒的大吼 一个身影魁梧的黑袍男子挪移长空 挥动一柄锯锤 狠狠朝苏裔杂趣 一位妙境仙王 可当看到此人出现 孔夜仙王和英秀眼中 却露出怜悯之色 哼 苏裔屈指一点 那一柄锯锤四分五裂 四肺铜烂铁般碎掉 黑袍男子脸色顿变 只死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满腔的怒火消散 转身就逃 不得不说 他反应几快 逃得也很果断 只是 身影尚在半途 他整个人哭得从中间裂开 扑 一抹剑起从他那裂开的躯体中 斩落长空 将三万丈长空都皮出一道 触目惊心的裂痕 豪快的剑 他 他 黑袍男子眼前一黑 仅有的一丝意识也消散 那两半躯体则化作一片血雨 染红虚空 比那天边夕阳余晖都要鲜艳三分 一位妙境出击仙王 就这样 死了 孔叶仙王额头直冒冷汗 太可怕了 啥仙王如此话 应袖都不禁震汗诗神 两人都不曾见识过苏义当初在黑武大渊是如何斩杀仙王的 自然格外震惊 苏义拎出酒壶喝了一口 抬眼看了看天边暮色 道 走吧 若抓紧时间 天黑之前当可抵达天阙山 声音还在回荡 他已朝前掠去 一袭青袍 在夕阳下染上一层如梦似幻的光泽 直死神圣出行 寻一闪合 孔叶和英秀连忙跟上 最初时 他们还无比担心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杀上天阙山 还不知要面临怎样的麻烦和危险 可现在 他们的心境已悄然发生一丝改变 抛开万灵教背后站着的那位神明不谈 在整个万灵教中 又有多少先王 能是帝君大人的对手 更遑论 既然帝君大人敢这么做 就注定拥有足以对抗神明之力的底气 半个时辰后 妖光净突掌教齐骄阵率领一批高手匆匆赶来 当看到那几乎被移为平地的葫芦骨石 都不禁愣住 心中震颤 他们一眼看出 盘踞在此的天眼妖宗 以全军覆没 而同一时间 苏毅等人已来杀到万灵教的第二个据点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39章 以身转战三万里 凌莽峰 妖道是立万云妖门盘踞之地 万灵教的第二据点 此地共有一位妙境中西先王 十九位先君坐镇 出此 其他妖宿约六千人 远远的 苏毅等人的身影刚出现 哼 凌莽峰上 呼地冲出滔天的血色妖光 方圆三千里之地 无数尽致力量如潮水般 从山河地表涌现 一座沙阵 随之遮蔽天地 而苏毅等人 则置身其中 被这座沙阵团团围困 孔叶先王 之前是你带人杀入葫萝谷 一道魂后的声音响彻 就见凌莽峰上 一个族有千丈高的身影出现 直死远古时代的魔族般 通体覆盖着血色妖气 一对谋仿若日月 血虫妖王 万云妖门的老古董 其本体乃是一头紫雷血牛 名副其实的天生一种 随着血虫妖王出现 成百上千的妖秀呼啸而出 杀其腾堂 拥促在血虫妖王附近 看看 发生在葫芦谷的事情 已经被他们知道 所以若有措思 这很正常 无论是葫芦谷 还是这灵卯峰 都是万灵教的据点之一 彼此之间必然有密法进行联系 无论发生何事 也定然能够第一时间获悉 不过 看那血虫妖王的言辞 明显并不知道 葫芦谷的天眼妖宗 已经被踏灭 并且 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来着是他们三人 原因不难测测 他们的行动太快了 从踏灭天眼妖宗 到底达着凌莽峰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 为何不说话 孔夜 谁给你的胆子 带人擅闯我万灵教地盘 远处 血虫妖王 大鹤 雄艳滔天 回答他的 是苏伊挥秀 斩出的一剑 剑气长三千丈 剑是若九天星河垂落 一股浩瀚磅礴的剑意 随之冲至天地 哼 三千里山河接阵 覆盖四周的沙阵 在那段恐怖的剑威压迫下 顿时如指湖般崩碎 轰然溃散 而当这一剑斩落 只死一剑茫茫星河似的 身影足有千丈高的 血虫妖王 不禁骇然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这是何等一剑 他来不及多想 那可怕的剑意刺激的 他亡魂大帽 几乎是出于本能般 全力出手 破 血虫妖王咆哮 声若惊雷 在他手中 一杆巨大如山岭般的 白骨湛茫猛的挥动 朝那从天而降的 剑气扫去 是大力臣 妖光肆虐 和让所有 妖秀惊恐的一幕出现 在那宛如星河 垂落的一剑之下 血虫妖王的全力一击 简直和唐碧党车般 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 那山岭般的 白骨湛茫崩断 血虫妖王 金战高的身影 都被轰杀当场 不 怎会 那是一位剑道先王 所有妖秀骇然 露出绝望之色 他们还没来得及逃 随着那浩瀚磅礴的 一剑斩露 凌莽风轰然轻塌 而那数千位妖秀的身影 瞬间就灰飞烟灭 大地上 裂开一道 数千张长的沟壑 深不可测 孔叶先王和英雄 面面相聚 以及 涂掉万灵胶的一个据点 连仙王都挡不住那等一剑 走 苏毅转身而去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废话 可那种霸道 却尽显无疑 天阙山 万灵脚盘踞之地 一座通体如黑色 浴室住旧的殿宇中 大主级魏逊正在翻越 一部古老的寿谷玉剑 他容貌如青年 穿着一袭紫色长袍 一对蘑菇盼剑 带着丝丝缕缕的血色神王 哪怕随意坐着 屋子有气吞山河般的威势 对了 遥光净土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魏逊抬头问道 昨天时候 他已经和遥光净土的 太上长老维云联系过 对方保证 今天就会代表遥光净土表态 向万灵脚臣服 可此时夜色都快要降临 也不见消息传来 让魏逊不免感到有些奇怪 难道 遥光净土那边出什么变数了 回禀大主计 目前为止 遥光净土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一个老奴公公静静开口 魏逊眉头微皱 道 罢了 姑且在等等 正说着 一道声音在大殿外响起 禀报大主计 天眼妖宗助手的葫芦骨被人踏灭 无意身还 大殿外 一个身影壮硕的男子低着头 我们的人 正在查探具体消息 很快就会查出凶手是谁 魏逊收起手中的兽骨欲剪 眼眸变得冰冷 在这不周山 还有人敢对我们万灵交的人动手 那壮硕男子低声道 回禀大主计 呼噜骨距离遥光净土 仅仅八千里距离 属下怀疑 此事 会否是遥光净土所为 魏逊一脸奇怪道 若正是遥光净土所为 可就凭他们那点力量 怎敢选择主动出击 他很不解 想了想 他吩咐道 再去打探一下消息 是 那壮硕男子匆匆而去 仅仅不到一刻钟后 那壮硕男子就返回 怎样 和查出凶手是谁 魏逊问道 壮硕男子沉声道 回禀大人 刚传来消息 凌王丰万云妖门被他灭了 魏逊愣住 这才多久 万云妖门也覆灭了 凶手是谁 竟如此凶狂 万云妖门有些冲妖王坐镇 也覆灭了 看来此次的凶手 起码也是一位先王 魏逊谋光闪动 歇灭活落骨 再杀上凌王丰 和难道这次的凶手 打算一路杀上我们天缺山 他冷笑起来 身旁那老仆低声道 在当今仙界 还没人敢有胆 在咱们的地盘上撒野 那些巨头势力 也不行 魏逊微微汗手 道 只要不蠢 都不会赶出这等 自取灭亡的事情 不过 这次竟有人敢对 我们万云教动手 断不能轻饶 等查出凶手的身份 定不能轻饶 说着 他眸子中杀鸡一闪 在当今不周山 以他们万云教为尊 魏逊打破脑袋都想不出 究竟是谁这么大胆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大人 是否需要将此事禀报 给其他主计 老婆公生问道 不必 魏逊淡淡道 谢许损失罢了 死的也仅仅只是 依附在我们麾下的 两个妖道势力 谈不上什么 正子交谈 又一道消息传来 回禀主计大人 百姓先宗所盘踞的赤焰大胡 被人踏灭 一下子 魏逊脸色猛地阴沉下来 又一个据点被人捣毁了 那凶手 难道真打算一路杀到天阙山 魏逊眉头紧锁 最初时 他并没有太当回事 可现在 如此短时间内 就连续有三个据点被人灭掉 这让魏逊也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须知 那三个据点上 虽然都是由一附在他们万灵教的势力掌控 可每一个势力皆有先王坐镇 可依旧被人陆续灭掉 这足以证明 那凶手的实力是何等强行 不排除有多位先王一起动手 难道那三大净土势力联合起来了 魏逊献入沉思 而接下来的时间中 陆续又有一个一个噩耗传来 回禀主祭大人 秦苦领武爵摇门被人踏灭 回禀主祭大人 飞于霞国天河神宗被人踏灭 回禀 陆续七八条消息传来 饶是魏逊城府其身 也不禁色变 在他脑海中 都不禁浮现出一幕幕景象 一群先王联手 势如破珠般杀入他们万灵教掌控的地盘 一路他们一个又一个据点 快速朝天距山的方向杀来 这让魏逊彻底坐不住 豁然其身 道召集其他主祭前来议事 另外 吩咐教中所有人 立刻戒备起来 若真是一群先王联手杀来 今晚 怕是免不了将上演一场血战 只是 魏逊依旧想不通 那些先王是真糊涂了 还是真不怕死 竟敢杀伤他们万灵教 难道不知道 他们万灵教背后站着神明 很快 万灵教其他六位主祭前来 当从魏逊口中得知那些消息 这些主祭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我们必须提前做做准备了 有人沉申开口 敢跑来咱们万灵教撒野 不管是谁都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有人杀气腾腾 是否要将消息告诉教主 不必 大主纪魏逊断然道 过往那些年 教主一直在忙一件大事 仍不得干扰 更遑论 这天雀山乃是我们的地盘 别说是一些先王 就是太将人物来了 凭借我们掌握的一些神明秘宝 也足可将其击退 众人接点了点头 走吧 跟我一起去看看 那些一路堂而皇之杀向 我们天雀山的先王 究竟是何方神圣 魏逊大步抄外航剧 其他主计跟随其后 他们都清楚 以那些凶手展现出的实力 这沿途分布的那些据点 注定撑不住 眼下他们要做的 就是在天雀山之前 一举将那些身份未知的敌人灭杀 天边最后一抹暮色消失 如墨夜色来临 绵延起伏的群山冷罩在夜幕之中 唯有高有万丈的天雀山上 灯火如龙 光照十方 远远的 苏语一行人的身影出现了 在他们这一路上 万灵教所不设的十三个据点 早已被踏灭 无疑幸免 从遥光净土出发 直至杀到这天雀山前 才仅仅过去不到三个时辰 一身转战三万里 纵横摆何无可敌 而此时 万灵教的老巢已遥遥在望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1740章 只为他灭此地 天雀山险峻陡峭 直入云霄 夜色来临 天雀山上灯火通明 光耀山河 可以清楚看到 一层层神秘而可怕的 进阵力量弥漫 所释放出的光焰 将方圆万丈之地 招摇的一片绚烂 闪电位置 以大主机卫讯为首的 一众先王皆平须而立 足有近二十人 男女都有 一如屹立在天雄下的君王 其实滔天 而在山腰处 有三百余位妖道先军 肃然而立 分别手持一杆三丈高的 青铜阵旗 阵容浩大 这些先军的气息 彼此气和贯通 浑然一体 而在天雀山两侧 分别浮现出 一个巨大的空间隧道 此时正有无数妖匈 从那空间隧道中冲出 有的身夸可不得胸琴 双翅若垂天之云 有的体型庞大如山 浑身缭绕着滔天的妖气 有的化作参天大树 枝丫上血色弥漫 雷电缠绕 有的 那些妖匈 有草木精怪 有飞禽走兽 数量庞大 浩浩荡荡荡 显然如同一支大军般 他们组成战阵 直似遮天蔽日般 镇守在天雀山前 杀其腾堂 足有数万之众 轰隆 风雷激荡 凶杀气息四女 在这如墨的夜色中 天雀山附近万丈之地 却笼罩在一股 压抑人心的肃杀氛围中 远远一望 简直就像一方妖魔国度 大主计 我们是否有些小题大做了 山天 一位妖道先王轻语 眼下 他们几乎已经将门中的力量 全部出动 凶手可是一众先王 虽然我们无拘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魏逊语气威严 其他人接点了点头 天雀山是他们万灵礁的老巢 眼下去有敌人一路杀过来 这一等同于在和他们宣战 我可真想知道 那些先王是谁 究竟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掀起这一场风波 有谋光冷冽 杀鸡营也 正字交谈 极远处天雄下 忽地有三道身影掠来 仅仅只有三人 一些先王错愕 在他们预想中 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 就一路破周半连续 拔掉他们万灵教十三个据点的凶手 必然是一群先王 和谁曾讲 情况却似乎有些不对劲 是遥光净土的孔业 他身边的是其弟子映秀 一个小小的虚净针线而已 至于那轻袍年轻人 面孔却有些陌生 有人一眼认出孔业和应秀的身份 这让人们愈发惊恶 他们对孔业自然不陌生 一个很早之前就遭受神洁的先王罢了 早已元气大伤 不足为虑 可也正因如此 让他们都很困惑 根本不用怀疑 凭孔业的道行 根本不可能一路上到天雀山前 且问问他们此来的目的 我怀疑凶手不是他们 魏迅昼眉道 好 一个身着金袍 面容冷立的先王沉申开口 孔业 你深夜迁来我们天雀山做什么 机缘主天地间 苏义等人正在靠近过来 当听到这样的问话 孔业眼神变得有些古怪 无疑 万灵教上下 目前还根本不知道 灭掉他们十三个据点的凶手是谁 这显得很滑稽 可孔业却很理解 他们从遥光净土出发后 一路势如破竹 所过之处 他灭一个又一个万灵教的据点 速度之快 让万灵教根本来不及去查出真相 不过 当看到天雀山上下所摆出的阵容时 孔业心争一颤 脸色也变得凝正无比 太可怕了 数万妖修 数百仙君 近二十余位仙王 竟全都早已等待那里 拉开架势 严阵以待 无疑 在察觉到博妙后 万灵教上下已提前做足准备 孔业 你耳聋了吗 为何不回话 那金炮仙王大鹤 这一刻 其他人也都察觉到反常 这天雀山上下 早被不是天罗地网 可孔业一行三人 却一点也不惧怕 竟自朝这边行来 这样的举动 看似和飞蛾扑伙伴 和确让卫讯党人 都愈发感觉不对劲 这孔业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此次一路他灭那 十三个据点的凶手 真的是他 就在此时 苏义在虚空中顿足 道 你们就在此观战 无论发生什么 莫要靠近 孔业和英秀接点了点头 两者心中也很担忧和紧张 和此时 他们只能坚定地相信 帝君大人自有应对之法 而苏义 早已截然一人 继续朝前行去 远处 灯火璀璨 近阵力量翻腾 万灵教上下 所有强者杀气冲销 仅仅那等阵容 都能让一些先往下破胆 可苏义却似浑然不绝 一边迈步虚空 一边淡然开口 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苏义 或者也可以称我沈木 一句话 轻飘飘的 却似一记无形的惊雷 狠狠轰在万灵教 所有强者心头 场中哗然 一片骚动 沈木 他不是死在黑雾大院了吗 怪不得那孔叶老儿如此反常 原来是由沈木撑腰 这么说 我们万灵教那十三个据点 都是被沈木一个人所踏灭 万灵教上下 嘈杂的声音向炸锅势的响起 魏逊等先王也不禁惊疑 沈木 或者说是苏义 他们岂可能不清楚 这个年轻人是何等存在 过往那一段时间 若论仙界最受瞩目的角色 注定找不出第二个 能够和苏义相提并论的 而关于他的战绩 早就传遍天下 掀起不知多少波澜 只是 魏逊他们都没想到 数个月前就消失在黑雾大院 被世人都认为已经殒命的苏义 竟会在今夜 杀到了他们万灵教前 这实在太突然 震惊之余 魏逊等人也意识到 他们之前猜错了 此次的抽敌 根本不是一群先王 而仅仅只是苏义一个人 呵 没想到 你竟然还活着 一位先王冷笑开口 眸子中杀鸡汹涌 看你这架势 此次前来我万灵教 是打算 报仇 苏义不疾不许 来到距离天雀山不远处的虚空中 这才道 错了 我此来 是要他灭此地 说着 他抬眼一扫万灵教众人 今夜之后 万灵教必将从世间出名 语气淡然 却有不容置疑的味道 他一个人而已 面对万灵教的千军万马 却大有气敦山河 舍我齐水的气魄 全场骚动 都怀疑听错了 一个人 要他灭他们万灵教 疯了吧 这一刻 大主级卫训都不禁笑起来 道 大言不惭 动手之前 我倒是有一事不解 想问一问你 你 真的是永夜帝君的转世之身 此话一出 全场一计 所有人脸色悄然发生变化 苏义道 想知道 卫训道 不错 苏义随手指了指自己 淡然道 只要你能打败我 就告诉你 卫训也蒙咪起来 道 那我能否问一问 今夜 你该不会像上次 被九大仙道师里一起追杀时 那样逃走吧 苏义一声闪笑 试试不就知道了 说着 他掌心一番 将 人间剑浮现而出 幽暗的灰青色剑身 巧然泛起一圈神秘的光泽涟漪 而在苏义身上 气急轰鸣 因为飘荡 整个人的气势发生变化 直似一抹神藏大渊深处的 绝世见风出世 天地随之一颤 虚空暗鸣 自在沉浮 而苏义已迈不长空 临见朝天去山行去 那种强势的姿态 让不知多少人心中震动 这苏义 果然如传闻中那般无法无天 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毕竟 放眼当今仙界 谁敢孤身一人杀到他们万灵教 这和送死也没区别 而苏义这种强势的姿态 也彻底激怒万灵教那些仙王 动手 未遜脸色淡漠 春中青涂两个字 哼 天雀山前 数万妖修组成的战阵运转 顿时 方圆万丈天地 有无数刺目的血色神红冲起 像一道道天剑般 将天上陛下彻底封死 周旭封天战阵 一座由两万三千余位 妖修组成的战阵 足合封进周旭 禁锢十方 困住仙王 杀 那数万妖修大鹤 全力动手 顿时 一道道血色神红化作绚烂的雷霆战矛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般朝苏义杀去 而在同一时间 位于半山腰的三百余位妖道仙君 也一起催动手中的青铜阵旗 就见足足 九座堪称绝世的沙阵 从天雀山上浮现而出 每一座沙阵 皆映现出一种惊天动地的毁灭波动 动辄可轻松灭掉当时大多数仙王 而九座沙阵 彼此之间又形成一种独特的呼应 浑然一体 一下子让整个天雀山冷罩 在一种大恐怖的氛围中 九级诸天阵 万灵教护山大阵 号称可震杀当时任何仙王 若全力催动 甚至能困住太境人物 而随着周旭封天战阵 和九级诸天杀阵一起运转 方圆万里之地 都陷入动荡中 天昏地暗 一日末世灾节降临 那等恐怖的景象 让远处观战的孔叶仙王和英秀 都不寒而栗 如坠冰枯 太可怕了 让人一眼看到 都心生绝望之感 而苏毅的身影 也完全被困在那片天地 正位于那两座恐怖大阵的中心地带 完全逃无可逃 必无可避 魏逊等仙王都不禁露出冷笑 这苏毅居然主动上门送死 这虽让他们惊诧 但更多的是狂喜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和自投罗网也没区别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